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名词解释这里面 我先解释一下事件驱动编程 关于事件驱动编程 它就是检查事件和处理事件 这样说可能不太清楚 我再进一步的分析一下 说一下驱动编程吧 我就举一下例子 在C++中 我们使用过CIN和COUT这两个函数 我们用它来输入和输出 这样的指令属于命令驱动编程 那我们再说一下什么叫事件 事件呢 就是你移动一下鼠标或者按一下按键 大家都玩过2048这个游戏 大家当大家按上下左右来移动那个方块移动的时候 其实它就是一个事件 在事件驱动编程中 我们主要说一下sdloinvent的这个函数 其实也不能说是函数 它就是我们要想使用事件驱动编程 必须要使用到的 我们首先定义了一下sdloinvent这个结构体 在这个结构体中 我们储存了事件的信息 我们可以利用这些信息来处理事件 刚才我们说到了sdloinvent的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在sdlo中 所发生的事件是如何存储的sdlo中每一个事件的发生都将置于事件堆裂中 事件堆裂为每个事件保存了事件的数据 大家可能对堆裂这个不太了解 堆裂是在数据绝构中的 堆裂就跟你排队一样 它的原则是先进先出 接下来举一个例子吧 比如你先按了一下鼠标 然后再移动了一下鼠标 再按了一下键盘 事件就会像这个图展示的一样 它将这样存储在事件堆裂中 然后接下来我们使用了sdloinvent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作用呢 就是将你这个事件 将事件从堆裂的底部取出来 将它复制到sdloinvent那个结构体中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在sdloinvent这个结构体中来使用这个数据了 由于sdloinvent的事件是储存到事件堆裂中的 然后它有一个先进先出的原则 所以我们刚才的一切操作 将它储存在堆裂中 它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使用sdloinvent的将它取出 然后复制到sdloinvent的这个事件中就将这个事件取出来 然后关于sdloinvent的如何使用 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只需要使用sdloinvent的这个函数来调用我们刚才所定用的结构体 因为结构体中储存了一些事件的信息 接下来为大家扩展一下sdlo 还有其他处理事件的函数 有幸运的同学可以了解一下 关于sdlo的错误处理函数 在这里我给大家稍微的提一下 大家可以在课下了解一下 我们在下一节课中将用到它 刚才我们主要讲解了一下 事件驱动编程的原理 还有对它的代码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如何使用 接下来我们将在编译器中具体的实现一下 首先 我们先打开我们上节课中的内容 然后这些代码是我们在上节课中所用到的 然后我们简单的复习一下 主要抓住一些关键点来复习 首先这个sdlo server 老的image 然后它是加载图片 因为我们用到了sdlo image 这个扩展库 所以我们需要这样操作 然后接下来我们使用到了belit 然后实现了对图片的优化处理 然后这些代码我们在上节课中都为大家介绍过 所以我希望大家多加练习 因为只有练习 我们才能更加的熟练和掌握 然后接下来 我们来运行一下 因为我这里面设置它的停留时间为两秒 所以大家仔细观看一下 然后它展出来 首先大家观看一下我的鼠标 时间就有点短 然后我把时间稍微延长一下 大家可以观看一下我的鼠标 然后我们从编辑器中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进来是这种转的的 然后接下来 我们想点击这个x 然后不行 然后出现了一些错误 然后我们强行观设它一下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使用一下 我们进这个所学的事件驱动编程 首先呃 大家呃 在我的刚才在tpg中为大家介绍了一下 首先 我们需要定义一下sdl隐蔽的这个结构体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来调用它 呃 因为 嗯 这个sdl 铺引运的 我们需要将这个事件从对类中取出来 为什么使用未有循环呢 未有循环 我们可以 比如你有多个事件 然后因为我使用了未有循环 当发现这个事件的时候 我们就对这个事件进行处理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事件呃 都进行处理 因为这里面我只定了一个事件 所以呃 他就只能嗯 只有一个 但是用未有比较好 接下来 我们进行了一个判断 如果我们这个事件等于sdl quit 就是quid就是我点了那个x 嗯 然后他就返回一个处值 让他退出 刚开始我进去的是foil 然后我们再运行一下 然后因为刚大家已经看到 我刚才已经把那个呃 停留给删除了 然后他现在可以在这一直保存着 然后大家看一下我的鼠标 因为使用了事件处理 所以他就是这种样子的 然后接下来我点击n上下左右 没用 因为我设定的是他等于sdl quit 就是等于那个x 然后接下来我点一下x 然后他就退出了 嗯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发邮件给我 我们一起探讨一下 嗯 在下一节课中 我将为大家讲解一下关键色 呃 关于关键色呢 在这里简单的说一下 呃 就看这两张图片吧 然后嗯 这张图片是两个图片合在一块的 然后这张图片的背景和这张图片的背景不太 嗯 一样 然后所以他展示出这样的图片的形式 在下一节课中 我们将利用关键色 然后把这个图片处理 处理成 将嗯 这张图片 前一张图片的背景 嗯 清除掉 只留下 嗯 这个小人在这张图片上 然后这样 我们可以把很多图片 呃 可以不用借用其他工具 而使用sdl 自带的 呃 一些功能来处理 呃 谢谢大家的观看 嗯 嗯